好那接下来咱们再往后来看一看 这一部分里边的关税 关税跟咱们进出口连续是最紧密的一个税了 那么大家要把握它的一些继续的规定 尤其是我们的关税完税价格 怎么去确定的 另外还有就是关税它的征管规定 跟我们的税务机关征收的那个税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关税是海关来征的 所以他们的征管的方式 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多交了税怎么办呀 少交了税怎么办呀 这个处理上跟一般情形是略有区别 所以我们把它结合着第一章里面的 这个税务机关的那个征收的问题 去进行一个对比的记忆 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关税的概述 了解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税 首先关税是由海关根据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 以进出关境的货物和物品作为征税对象 而征收的一种商品税 分件词我已经画出来了 首先关税是海关征的 那海关是我们的一个征税机关 我们国家的征税机关有权利征税的 包括什么呀 主体就是税务机关了 然后是进出口的海关 然后还有就是财政部门 三个征税的主体 他们都有征税权利 各自负责不同的那个税种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海关负责的税种 除了关税之外 其实它还有我们进口环节力 要交的那个增值税和消费税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征管的范围 这是第一个点 海关征收 另外它以什么作为我们的征税对象呢 这提到了进出关境的货物和物品 那什么叫关境 注意关境它跟国境不是一样的概念 比如咱们国家来说 咱们的国境包括这个港澳台地区 对吧 但是我们的关境从海关上来说 这港澳台不属于我们的关境范围以内 它跟咱们适用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我国来说 我们的关境是小于国境的 而对于像一些欧盟这些国家来说 他们的关境是大于国境 所以说一个是从国境的这个概念 所以国家主体的这个概念来说 一个是从海关的一个管辖的领地来说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内容 我们这强调的 关税它一定是跟关境有关系的 只要进出关境 咱们就会涉及到这样的税 那什么样的东西才要交这个关税呢 货物和物品 注意它这是食物 对那个无形资产是不交税的 只有这个实际的物品才交 不包括无形资产 另外它是一个商品税 也是我们说的这个概念 只有对商品来征税 那你说进出口点 这个劳务行吗 那劳务跟这个关税没关系 就是商品 所以整个关税的概念 我们就搞清楚了 是海关征的 什么样的情况才征呢 进出关境 然后得是货物物品才征 是这么一个商品税 接着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些特点 给大家整理一下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强调的问题 它也是一种税 海关征收的税 然后货物和物品 这是咱们的征税范围 然后关境和国境搞清楚 然后它第四个就是一个单一环节的价外税 就是在进出口的这个环节 塞海关的这个环节才来交 它是价外税 也就是说关税 它的计税依据 也就是关税完税价格 是不含关税的 这是价外税的特点 像我们说增值税的计税依据都不含增值税 所以增值税是一个价外税 那关税的计税依据也不含关税 这也是一个价外税 要把握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关税里面谁来作为纳税人交税 那么关税的纳税人情形不一样啊 如果你是进口货物的话 谁收货谁来交税 你来进口的那你收货你交 然后如果是出口货物 那就谁往外出口 谁发货谁来交税 如果是进出境物品的话 刚才说的都是货物 都是贸易属性的 那这如果是物品 说我们去美国 买了几个扣持的包包回来 那这时候我们就是 进出境的物品的所有人 我拿着呢 那就是我是所有人了 或者推定所有人 那不知道谁是所有人 那我们可能就认为 谁携带谁就是所有人了 好 邮递的就是寄贱人 或者托越人 这些简单看一看 他们来纳这个关税 好 另外还有征税对象 准许进出境的货物和物品 不光是货物 贸易属性的需要交关税 物品也需要交 你如果自己携带这个 国外买回来的这个礼物啊 是吧 什么一些奢侈品啊等等 买了太多了 那也不行 超过标准也得交关税 但是我们这儿 关税这一章里面 重点说的是这个货物 货物贸易属性的 这是我们征税的主体 物品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 因为物品这儿啊 咱们有一个专门的 关税里的小分支 叫行邮税 行李及邮递物品的关税 并且它这个行邮税啊 还不光是关税 它连你那个消费税和增值税 是一块儿征的 所以很特别我们不说它 只说这个贸易属性的货物 这块怎么征税 好 接着重点部分 就是我们的计税的这个依据了 在这儿我们要说一些背景知识 那就是我们关税里面 计税方法是很多的 它有从价税 根据价格来计税的 也有从量税 然后也有什么负荷计税 一道从价一道从量 等等不同方法的 但是我们考试中的主体 一定是从价税 我们是按一定的这个价格 去承受税率来算税的 所以我们重点看的就是 完税价格 找这价格 好 并且我们说关税 它有不同的种类 它有进口要交的关税 然后还有出口要交的关税 那么在这儿 我们重点看的是进口 因为进口是我们的主体 并且进口环节涉及到的税会比较多 你看进口货物的时候 首先要交关税 然后要交进口增值税 然后如果你是消费品 是不是还要交进口消费税 好 所以咱们考试 一定会考到这样的计算 三个税相结合的问题 那核心我们得找到完税价格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进口的这种价格 那一般我们用的是CIF价 也就是道案价格 好 那么道案价格它 主要有这么三个组成部分 构成 Cost Insurance And Fleet 好 这三个部分构成 包括它的成交价格 保险费和运费 这是我们从境外把东西买进来 你要算关税的那个依据 而出口呢 出口咱们就是 FOB价 也叫离岸价格 就是Free on Board 就是一个你给它发到我们的海关 要出境的那个期间 之前的那个价格 这个我们不作为重点去考虑 我们重点在这儿要学习的 就是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 它的构成 好 那么这个CIF价 刚才我们写下了几个英文字母 这是它的首字母的缩写 那么它的完税价格构成 就是成交价格为基础 然后再加上货物运抵我国境内输入地点 起泄钱的运费和相关费用保险费 由它构成 三大主体就是成交价 运费 保险费 是吧 就这三块 好 但是这个成交价格 咱们不是拿过来直接用的 它可能要经过调整 比如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一批这个机器 这批机器说好了咱们成交价是100万 折合人民币100万 好 但是呢 除了这价款之外 我还要支付这个 可能什么包装费啊 什么杂费啊 是吧 可能一些别的费用我还要支付点 那么这些费用 就叫价外费用 那它就要加到我们的成交价格里去 要进行调整 好 这是一块 然后呢 保险费和运费呢 注意啊 它算到哪为止呢 一定是从境外 运到我们的境内输入地点起泄钱 换句话说 就是从国外运到我们海关 这段运费保险费 要算到完税价格里 那如果说从海关这儿 到货了以后 再运到我们单位自己货厂 那么这一段期间的运费保险费 需要算到完税价格里吗 不用 因为我们是在海关这儿交税的 那只要货到了海关 我们就得交税 我们交完税之后 海关才放行 我们才会产生 后边那一段的运费 对吧 好 这个情形搞清楚啊 期限前的运费保险费 杂费等等放进来 好 这是它的整体的构成 然后这三块 我们就要分别进行介绍了 我们先来看成交价格 怎么去调整 好 在这儿 成交价格 就是我们自己商量的那个价格 我们签合同 签了一百万 但这一百万 不见得就是我们的积水依据 它可能要加上一些金额 也有可能要减去一些金额 那我们就要看看 它调整的这些项目 好 首先我们来看 需要寄到完税价格里面的项目 就是要加进来的 那么有这么多条 咱们这儿这页有四条 然后下页还有这么几条 一共七条 那七条每一条咱们都要熟悉 选择题容易考到它 首先来看第一个 有买方负担的佣金和经济费 注意啊 我们买这个货物过来 说好了是一百万 但是呢 我还要去掏佣金和经济费 那么这个佣金经济费 这可能是我支付给中间人的 或者支付给人家卖方的那个 这个代理人或者经纪人的 对吧 好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看 成交价格的调整 那么在这儿啊 有七条需要寄到我们的 成交价格或者说完税价格里的 然后也有七条 它是不需要寄进来的 所以这个内容上 大家要记清楚 容易考到选择题 很直观 就问你哪些需要寄入完税价格 没有能挑出来 好 那先来看 第一个 有买方负责的 负担的这个佣金和经济费 哎 佣金 咱们说就是 呃 代表某一方的那个人 他的一个这个服务费了 好 经济费呢 就中间人的那个经济费 好 这个都是你为了买货 而付出去的代价 你说我们商量好了 说我从国外买这批货 咱们价格是100万 但另外我还要付佣金经济费 20万 那这20万要加到这里 我们算120万 好 但是在这儿一定要注意 它是除购货佣金以外 也就是说购货佣金 这不能算到我们的完税价格里 原因就在于 你看我们是进口一方吧 我们是买货的一方 那么我支付给我自己的 那个经纪人的一个费用 哎 那个经纪人帮我去外面买货 然后我给他一个费用 好 这个钱的话 它不能算到我们的完税价格里 一定它是我支付给人家 对方的那个经纪人的费用 对方那个代理人的费用才行 这个地方大家要搞清楚 购货佣金是不算的 购货佣金是支付给自己人的 好 那么这个就不多说了 然后第一块用金经济费要算进来 好 第二个 有买方负担的与该货物一体的容器费用 你说我买了这个 十箱的这个进口的酒过来 哎 那这进口酒呢 还这个单独需要交一个酒瓶的费用 这容器费用也算到我的买家里 同样我进口这个酒的话 就必须要交这个瓶钱 好 另外还有包装材料 包装劳务费 那说白了不就是一个价外费用吗 对吧 买这货还得交 包装材料费 包装劳务费 也算进来 没问题 好 另外第四个 有点难以理解啊 咱们稍微解释一下 他说是 与该货物的生产 和向境内销售有关系的 有买方以免费或者低于成本方式 来提供的 并且可以按适当比例分担的 料件 工具 模具 消耗材料 以及类似货物的加款 这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假设 我现在要进口 十台这个宝马汽车 但是我要进口这十台宝马汽车 宝马公司就跟我说了 这个 一台车的价钱是 四十万 十台一共四百万 对吧 但是你想进口我这车呢 你必须无偿向我提供 这个 每台上面一个备胎 好 那么你想 这个备胎 其实你是要花钱买的 对吧 你是要花钱买的 好 那你这个备胎 每一个可能假设咱们值一万块 假设值一万块 好算 那你这个 每一台你多支付了一万块 那么这个多支付的一万块 照样也算到你的成交价格里 其实就是你为了进口这批车 所付出去的代价 可能是你掏的现钱 也可能是你白给人家的这个料件 或者低于成本的这个料件 好 那么你赔的那一小块 你白给人家那块 低于成本的那块 那都算到你的买价里面 都是你为了取得这个东西 所付出去的价格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好 这是第四个里面的 这个一部分内容 然后第五个还有 说的是境外的技术研发 工程设计 工艺及制图等 相关服务的费用 这些费用 大家好像觉得 说我买他一个机器 那机器是100万 另外他还让我支付这个工程设计费 工艺费20万 那为什么工程设计费 工艺费还要单独付给他 还要算到我们完税价格里 这不是无形资产吗 我们要注意了 这块你的工程设计和工艺费 是跟你的货物 你进口的这个商品紧密联系的 那你看你买了一个定制的机器 这定制的机器 人家就得给你先研究先设计 对吧 所以这个费用 本身就是跟那个卖价 100万要加到一块去 来算你的成交价格的 好 所以这个 无形资产 它跟你货物结合在一起了 那就也要算你货价的一部分 好 这是第五个 然后第六个 说买方需向卖方 或者有关方 直接或间接支付的 特许权使用费 假设我们进口了一批白酒 一批这个洋酒 是吧 那人家这个出口商就说了 说你要买我的这个洋酒 你必须还得交 10万块的品牌使用费 好 那么你想 你这10万块的品牌使用费 就是特许权使用费了 它就相当于你成交价的一部分 你买价中的一部分 所以这也要算进来 好 但是我们又说了 说符合下列情形的除外 什么情形的 不用 把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算进来呢 第一个 说特许权使用费与该货物无关 举个例子 说你进口了一批洋酒 对吧 然后你进口这批洋酒 花了100万 你就可以在国内销售 可以去卖了 没问题 人家不限制你 但是你呢 另外看人家公司 可能有一个什么 特许权挺好 你又交了点特许权使用费 取得了那特许权 那么那时候 那个特许权跟你这酒 一点关系没有 那么单独的那特许权 它属于无形资产 根本就不用交关税 好 所以 跟货物无关的特许权使用费 不用交关税 另外还有就是 特许权使用费 不构成该货物 向我国销售的一项条件 也就是说 你进口了这个洋酒 你可以在中国卖 你不用交那10万块 你也能卖 那你现在 你非要交那10万块 特许权使用费 那你要把它给买过来 那这时候 那个特许权使用费 它并不构成 在我国销售的条件 所以它照样也不交这个关税 我们认为就是 单独独立的一项无形资产 好 所以这是第六条 说到了无形资产 单独的 它是不用交的 跟货物合在一起的 你必须有这无形资产 你才能卖这货 才能用这货的 那就跟货物加在一块 好 另外第七个 说卖方直接或者间接 从买方对该货物进口后 转售 处置 或使用所得中获得的收益 假设我现在进口了十台宝马汽车 那这宝马汽车一辆四十万 结果呢 那个宝马公司耍赖了 说你在境内每卖一辆车 你要再多给我四万 那这时候相当于你每辆车进口过来 是不是就四十四万了 好 所以说这个 将来你卖这车还得要给它四万 那这四万块相当于 也是你的买价中的一部分 都要加进来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有这么七项 需要寄到晚税价格里面的项目 都有什么呢 佣金 经济费 容器 包装材料 包装劳务 白给对方的 低于成本给对方提供的一些货物 还有境外的一些设计等等这些费用 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特取权使用费 还有另外间接又给对方的一些收益 好 这是七条 要调增我们晚税价格的项目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 哪些项目不用寄到晚税价格里呢 第一个 厂房 机械设备等货物 进口后的建设 安装 装配 维修 技术援助费用 但是保修费除外 大家首先想保修吧 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一个机器 这机器是一百万 然后咱们要想一年保修 人家还得再交十万 那么这时候保修费要算到这晚税价格里 就算你进口是一百一十万 但是你说我进口了这个货物之后 到了我们自己的工厂车间里 我们再安装它又花了二十万 那这个进口后的这些费用 海关还能再追你去要关税吗 根本就不可能 对吧 它跟关税一点关系没有 所以是进口后的这些费用 没关系 好 另外还有就是货物运抵境内 输入地点起泄后的运输费用 及相关费用保险费 那我们说了这个CIF价 它包括的运费保险费 就是从境外到我们境内 输入地点起泄钱的 就是到了海关卸货钱 从海关以后再运到你单位自己货场 那段是不用算完税价格的 好 另外第三个 进口关税 进口环节的海关带争的税 和其他国内税 你看 你现在在算关税完税价格吧 你得有了这完税价格 才能接着去算 关税增值税消费税 好 那现在 你能不能把那些关税增值税消费税 给它放到关税完税价格里架上来 不可能 你现在根本就不知道 这些税是多少钱 而且这些税通通都是 完税价格以后才能算出来的 好 不考虑 另外大家想一想 它含不含在国外所交的各种税呢 在国外交的各种税 要算到完税价格里 因为你是买货的时候 你在国外已经把这钱掏出去了 这已经花了 所以那些税要交 但是你到了海关这儿 后续你在海关那儿再交的税 那就跟关税完税价格 没有关系了 不用算进来 好 另外还有第四个 为在境内复制进口货物 而支付的费用 境内你进口过来以后 你想复制它去copy它 是吧 去多做一些 那么这个费用它可能跟你复制的 这个数量有关系 这都是以后的事了 以后的事了 它跟你当初进口有没有关系 没直接关系 它属于一个之后付的 一个特许前使用费 是吧 好 没关系 另外还有第五个 境内外的技术培训费 与境外考察费用 那现在我想买这机器 想进口这机器 我先组团 先去旅游考察一番 那这个钱跟你进口这东西 并没有直接关系嘛 对吧 它不能放到一块去 好 然后符合条件的一些利息费用 这简单看一看 不用管它 另外第七个 就是我们刚才总结出来的 那个购货佣金 千万别算到我们万税价格里 购货佣金是我们付给自己人的 只有我们付给外人的 付给那个卖方的代理人的 或者付给中间人的经济费 这是可以 放到万税价格的 但是给自己人的不用放 好 那么这样七条该记的 七条不用记的 我们整个梳理一遍 也不需要刻意去背 多看几遍 应该就比较清楚了 好 那成交价格 我们就给它调整完成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 除了那个 CIF里边那个C Cost以外 我们还有这个 运费和保险费呢 那么运费保险费在这 注意 一般情形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海陆空运输了 对不对 那一般咱们 比如像我们从澳大利亚 进口一些这个 澳洲的牛奶 那你肯定是 这个海运 是吧 海运 那这个海陆空运输 是比较多样的 比较常见的 好 那么在这儿 我们运费保险费的确定上 也有一定的这个规则 首先 我们说运费保险费 它应该算到哪一段 好 应该算到 卸货口岸 或者目的地口岸 那么运费 你得算到这个期间 就是到我们海关 第一口岸 第一口岸 那么运费保险费 你要按多少金额来算呢 实际支付的费用来计算 你确实掏了这个钱了 好 那掏了这个钱了 咱们就按实际花的这个钱来算 那如果说 我支付了运费保险费 但是我凭证不全 我也没法确定 好 这时候怎么办 那无法确定 咱们就给你估算 大家千万注意 很多人一上来一看 说运费和保险费无法确定 那我就不算了 分不清我就不算了 这不行 运费保险费 必须要放到我们 关税完税价格里 因为你的基数越大 你是不是交的税越多 所以海关必须让你算下来 没有的 不能提供的 或者是没有准确资料的 我们就给你估算 那估算怎么估 运费按运费率来估 你看你多重的 多大的 体积的 然后多少海里 都收多少钱 是吧 它有一个运费率标准 这个考试的时候 会直接给 一般情形 就会直接告诉我们运费 关键是保险费 那保险费 在一般的海陆空运书里面 我们估算的时候 就是拿货价加上运费 它的千分之三来计算 注意 一定是货价加运费 两者之和来成千分之三 你保的是他们俩 因为一旦你这艘船在大海上 出了事故 那你是不是连货 带运费 你都白套了 所以你保障的一定是 这两个金额之和 费率就是千分之三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所以大家看 这一段里面说了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运费 保险费算到哪 一定算到从境外 到我们境内卸货口岸 到境内的第一口岸 这个地方 这一段运费保险费 然后又说了 说你运费保险费 要按实际发生的金额来算 实际没有 估算 估算也要算 运费用运费率 保险费用 货价加运费的千分之三 好 这个非常重要 考试经常有 尤其是在计算性的题目里边 总出现 好 那这样咱们就把这个 一般货物进口的 这个完税价格构成 就说完了 CIF是吧 三大块 成交价格去调整 运费保险费 可能有实际数 可能估算 算到第一口岸 好 接着咱们来看看 相关的一些题目 一个多选题 说下列各项中 应当进入进口货物 关税完税价格的有什么 A 有买房负担的购货佣金 我们说关键词一定要记住 购货佣金是给自己人的 这不用算完税价格 然后有买房负担的 境外包装材料费用 包装劳务费用 这是不是都是价外费用啊 你买这东西 你就得掏这个钱 那都是价格之外 另行收的啊 都算起来 然后第一 有买房负担的 与进口货物 是为一体的容器费用 这不是一样吗 是吧 买酒还得买瓶子 都算上 然后应说 为在境内复制进口货物 而支付的费用 我在境内复制它 这是进口以后的事了 我单独交复制费 那是一个特许权使用费 跟我货物进口 不是特别直接的联系 所以不用交关税 好 那么这个地方 需要寄进来的 那就是 B C D 这三项目 也是非常直观的 还是概念的一个清晰度 好 再来看一个 11年的单选题 说下列 关于关税完税价格 说法正确的 有什么 A 说进口货物 应当以成交价格 为完税价格 对吗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进口货物 应该是CIF价呀 CIF价包括三部分呢 成交价格 保险费 运费 那你光成交价格 不行 对吧 运费 保险费 砸费 辣了 然后B 说完税价格 不包括进口环节 缴纳的各项税金 那你看 你得先算完 关税完税价格 是不是接着 才能算关税呢 有了关税 才能算增值税 消费税 所以那些税 通通都不算到完税价格里 是对的 不包括 另外C 说如果买卖双方 有特殊关系 只能以成交价格 确定完税价格 你看啊 我从国外 买了一批货物进来 那我跟国外那个卖方 咱们俩 就是关联方 我们俩是一个集团的 那你这时候 你俩的价格 是不是可以人为的做低呀 那我们能认吗 不能认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咱们要透过表象 看到实质 可以给你调整价格 所以他说 只能以成交价格确定 这绝对不对 要给你调整的 按那个 没有特殊关系的人 人家独立交易 有什么价格 咱们就用什么价格 然后D 说完税价格 包括进口货物 在境内运输途中 发生的运费和保险费 咱们说 境内运输的费用 要包括吗 运费保险费 咱们是算境外段的 从境外到海关这一段 到了境内以后 就不能算计来了 注意 所以这里面 正确的是什么 正确的就只有B选项 它是一单选题 还是需要大家去进行分析之后 你才能判定出来的 好 那这样咱们把这个 完税价格 它的确定就搞清楚了 接着 看它的税额计算 好 那么我们说 关税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有从价的 从量的 负荷的 划准税的 等等 咱们来看 如果你是从价税 那就找这个 数量 乘上完税价格 那算出一个整体的 完税价格来 再去乘 比例税率 对吧 就是按完税价格来 集税 如果你是从量税 那你就拿数量来 乘单位税额 好了 考试 一般就是第一种情形 从价税的 考的很多 还有复合税 这复合税 就有点像我们 消费税里的 那个卷烟白酒一样 既有一道从价税 又有一道从量税 把他们俩相加 这是你最终交的关税 咱们关税上 一般不考这种情形 另外还有一个 滑准税 这个关税里的滑准税 很有特色 它是什么呢 它是你的 价格越高 然后你的税率就越低 进口的完税价格 价格越低 然后你的税率就越高 那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是不是进口到你手里 价格就都差不多了呀 因为它的税率是随着价格来 反向变动的 使得最后到手价格都差不多 它是为了稳定一个 进口的价格 好 那么这个正常 也是拿你的完税价格 乘滑准税率 只不过它税率是会变的 有一个相应的一种公式 来算那个税率是多少 不用管它 了解这个滑准税的概念就行了 价格税就低 价格低税就高 好 这是它的几种计算 好 那么当然我们关税计算完了 接着就该算什么了 关税是第一步 我们拿关税完税价格乘上税率 算出来关税 那接着是不是要算进口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了 那进口增值税消费税都用什么呀 用组价呀 对吧 那组价呢 就是拿关税完税价格加上关税 除上一减消费税税率 这是我们的进口组价 那增值税怎么算 增值税 进口的增值税就是拿组价去乘税率 这个税率是多少 我们说进口增值税要么是17% 要么是13% 取决于你进口的是什么货物啊 对吧 你如果进口的是那个一般的电脑 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这个机器设备 那就是17% 如果你进口的是图书报纸杂志 什么农产品等等 那些就是13% 所以看进口的是什么 一定用税率17%或13% 好这是增值税 消费税呢 消费税照样用组价 乘消费税水率是吧 你进口的是化妆品那就拿组价成30% 好了 好另外还有车购税 如果你是买的车 那你照样也用组价 成税率是多少 那就是10%这一等了 所以大家看增值税 消费税车购税 他们的继税依据在进口环节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组价 而组价里面最核心的部分 你要把关税完税价格找出来 而关税完税价格怎么构成 三部分CIF记清楚 好这是我们提到的关税的计算问题 好那这块说完了 接着还有一些 是关税的征收管理的这些程序性的规则 那在这什么时候我要申报 什么时候要纳税 晚纳税怎么办 不纳税怎么办 是吧会有这样的一些处理问题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申报 他说进口货物自运输工具申报 进境之日期14日内 你要进行申报 你看我进口货物对吧 工具都已经申报进境了 已经到了海关了 那这时候我就要 这个时间里去做一个申报 要交税了 那如果是出口货物 我们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后 装货的24小时以前 装货24小时以前我要申报 因为是往外发的货对吧 好那么 由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 进行申报 谁是纳税义务人呢 那进口货物的就是收货人了 出口货物就是发货人 对吧 好这是申报时间 14日24小时前 那还有 那什么时候交这税呢 申报完之后 我们应该是在海关填发 缴款书支日期 15日内去交大这个税款 注意是支日期 从当天开始算 拜这手指头数15天 这时候取消没问题 好那如果我交晚了怎么办 那晚了照样有质杂金呀 但是我们先不说质杂金的 我们先说这有一个 这个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就是 因为不可抗力 或者是政策调整的情况下 导致你不能正常的按期交税的 那经过海关总署批准 可以延期纳税 但是最长不超过6个月 你可以晚点交 因为这是不可抗力 可能海啸了 是吧 自然灾害 或是政策调整了 一下子可能你税负巨大变化 是吧 那这时候 咱们给你点这个宽限的时间 但是最长不能超6个月 好如果没有这个特殊情况 那你还晚交怎么办 那就收质纳金了 好质纳金就是从你质纳之日期 一直到你缴纳之日期 万分之五按天来征收 好周末或法定节假日也不能扣 并且在这很特别的一点 关税里才有的 质纳金它有一个起征点50块 也就是说如果你算出来 按这方法算出来 质纳金30块钱 那你就别交了 50块钱 到了50块钱以上 包括50块钱 咱们财政太少的数额 海关不在乎 对吧 所以这一点上海关就比这个 税务机关要扩起多了 对吧 税务机关你一块钱 一分钱你也得交 好所以这是质纳金 它本身的问题 至于它的计算 这块我们不多说 因为之前在税收账管里 咱们也提到过质纳金的计算 你千万别从填发缴款数 那天开始就算质纳 你一定从填发那天起往后 那个知识起开始算15天 这15天内交 你都是不用交质纳金的 你第16天交 你就质纳一天 第17天交 你就质纳两天 拜着手指头 一天天往后数去 所以这个计算 结合以前的内容 那咱们这儿不多说 好再看 如果你不是晚交了几天 而是晚交了特长时间 人家填发缴款数 知识起三个月还没交税款呢 我们经过海关 官长批准 就可以给你采取强制措施了 大家有印象吧 之前我们讲税收账管的时候 提到过税收保全措施 税收的强制执行措施 那你不交税 我们就直接给你动真格的 直接把你的货物给你扣押查封了 对吧 拍卖 店卖 摆底税 这儿也一样 可以采用强制扣角 变价 底角等强制措施 但是不能随便乱来 海关官长批准才行 而且必须是有三个月还没交 这时候才能怎么做 好 这是提到的那个怎么去纳税 能不能晚点的问题 然后接着 还有关税我少交了怎么办 少交漏交了 好 那要看情况了 看谁的责任 对吧 我们说关税补征 那一听补征这名词 大家就能知道 是不是口气比较缓和呀 来补上就行了 对吧 那就说明是非纳税人原因 不是我的问题 可能海关有一点什么别的问题 他给我算少了 那导致我少交税了 好 这时候咱们的补征期 是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支持期 一年内 一年内 海关可以再管我药 我补上就好 那能不能收支纳金呢 注意啊 没有支纳金的 因为不是我的错 然后接着 追整 你看追整那口气 是不是就要严肃很多了 这说明是你纳税人的问题啊 你自己算错了 自己少交了 或者故意的啊 等等 那么这块海关让你 这个把钱交回来 他有这个时间就要延长了 就是你货物完税之日 或者放行之日期 三年内 刚才是一年 补征 这追整是三年 并且追整要收支纳金的 谁让你做错了呢 对你的处罚就是这样子的 好 一年 三年 补征不要支纳金 追整要支纳金 好 那这一块海关的咱们知道了 那税务当初是怎么规定的 税务的话不一样啊 税务的 他没有提到补征和追征的概念 但是意义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还沿用补征追征的 这两个名词 他一般的这个补征期是三年 好 另外一个追整期 一般也是三年 好 特殊的五年 而如果是偷税漏税骗税的 这些情形特别恶劣嘛 所以它是无限期的 进行一个追整 好 所以 三三五无限 这是咱们税法里面 那个基本税务机关的 那个征管的一个特色 而我们的海关这不一样 一年三年 可以了 好 另外再来看一看 如果咱们纳税人不服海关 做出来的决定怎么办 发生了争议 关税的纳税争议 咱们解决的时候 先找上级海关去复议 咱们说复议 就是找他的顶头上司嘛 对吧 去说理去 但如果复议结果出来 我们还不服怎么办 去诉讼 所以它是先服议 后诉讼的 而且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能不能 因为争议存在 我就不交税 这一定不行 有争议没问题 你先把税交了 我们先认为人家 海关做的是对的 先把税交了 然后如果将来 确定了 这个海关不对 再把税退给你 是吧 再连同一些别的 这个可能还会给你 一些赔偿等等 那个都是后话 但是前提 你在有争议的时候 一定要先晚税 先履行你的义务才行 好 这就是我们之前在 税收的那些原则里 也提到过的一个 叫程序优于实体原则 不因为征速的存在 而不纳税 或者延期纳税 不行 好 那这样咱们把 关税的这个所有问题 也就都介绍完了 那整个咱们第三部分 包括我们税一里面的 这个主体的内容 全部都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那相信 咱们通过零基础班的 这样的一个 入门的学习 会对我们的税制 起码有一个 这个比较清晰的一个了解 当然我们说 任何学习都是 寻习渐进的 那咱们不可能说 听你一遍 我就对所有政策 掌握的非常非常熟悉 出一个题我就都会 是吧 那不太现实 所以大家慢慢来 在第一阶段 对你的要求 那就是要把 基本问题搞清楚 对每一个税 都有一个 比较 这个大体上的一个 轮廓上的一个了解 知道他对什么来争 是吧 他依据是什么 然后征管上 有什么样的规定 主要是算税 他怎么算 这些咱们有一个 大体的概念就好了 那当然有一些 记忆性的问题 这是你到最后 冲刺阶段 才需要去背的 然后有一些 特别 这个难度比较大的 这样的点 也是需要你在 第二轮学习 甚至说第三轮学习 才能完全解决掉的 但是幸好 我们税法的知识 应该说理解起来 还并不是那么特别难 所以我相信 通过咱们大家的努力 还有老师的一个讲解 咱们是可以顺利 通过这个考试的 好 那我们这个零基础班的 全部内容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好 谢谢大家